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岛悠闲感 一群热爱小琉球的在地青年 爱故乡的方式 就是用地方故事包装美酒美食 串联起大家对小琉球的认识 展开一场骨感溜绝的渔村美食之旅 传承老奶奶手艺的北方烙饼专卖店 纯手工无添加制作 要吃新鲜出炉得趁早 这里的干烙葱油饼 韭菜盒看似樸实无滑 却让人口齿留香 要吃美味的海鲜丼饭 走进大稻城永乐市场里 就有那么一间日本料理摊位 到了中午时间坐无虚席 无论是海鲜丼饭 生鱼片 花寿司通通都有 老板才姓林 每天一早开始备料 处理从新鲜鱼室直送的鱼货 看老板从底下冰箱 拿出这么大一只 这是什么啊 小卷就是套丁的小汁一点 俗称小卷 那卵丝是所有的最好吃的 不是套丁也不是花枝 这条是超级大的卵丝 有着罕见的尺寸 当天一早从基容运送到新北 保证新鲜 看老板从中间将卵丝切开 用水仔细清洗后 把外头的皮扒掉 原来给客人吃的 是里头白色的肉 但老板修掉边边角角后 开始用布擦个煤亭 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样擦这个 这个有膜 我要把它擦掉擦干净 客人吃了才不会有膜 它咬不动 卵丝不像花枝里头有硬壳 但要把卵丝肉上的膜 仔细拔除 避免影响口感 不过这卵丝 到底是要放在哪一道餐点里呢 每天买的鱼不一样嘛 那来把它做成一碗隐藏版的丼饭里面 看老板巧手把生食就很好吃的巨物肉软丝 切成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 稍微卷起来 放进冷藏柜里备用 蔡杏林的日本料理 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鱼货可以搭配 做成店里的招牌料理隐藏版丼饭 这些就是今天最新鲜的鱼货 第一个鳍鱼 再来红干 黑鱼大肉 鲑鱼 鲑鱼肚 天使虾 干贝 小小冷藏柜里头的鱼就有好几种 当季的黑鱼也分成不同部位 黑鱼三角肉 皮油 黑鱼泥 黑鱼后脑肉 各式各样的新鲜鱼种任君挑选 而店里招牌的隐藏版丼饭 光是看菜单完全不知道 里头会有什么好料 但愿免去了选择性障碍 因为老板会帮你把新鲜 现流的鱼肉配好配满 其实活卵是没有算很特殊 可是今天刚好这只六斤多 算是比较大制比较特殊的 而且又是活的 真的是比较好的食材 那看到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那希望是把它做成一碗丼饭 隐藏版丼饭把它呈现给客人吃 现在老饕很多 而且这首特一来就说 隐藏版今天里面有放什么料 很多都会问 那有一些老饕 其实他也不想问了 他也知道里面的品质是怎么样的 对 因为他们都常来 而且这永乐市场的首特非常多 丼饭里头依序放上鲍鱼 鲜蚵 蚊仔鱼 鮭鱼 天使红虾和干貝 线捞软丝和生鱼片 最后淋上鲑鱼卵 这一碗就是传说中的 隐藏版丼饭 来 二 五 隐藏版 它的丼饭它的摆饰 肉质新鲜 而且我觉得有奶香味 我感觉是这样子 很温润有奶香味 所以他知道的 我们就蛮喜欢的过来这样子 蔡兴玲从十五岁就投身餐饮 对日本料理特别感兴趣 也在星级饭店当过学徒 晋升跟来自日本的师傅学习 菜鸟刚入行时也吃足了苦头 甚至还被严格的师傅骂到回家偷哭 日本师傅真的非常的严格 他每天就盯着你盯着死死的 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喘气 但是当时说实在当时真的很气 一度想放弃 真的后面觉得到现在 差不多十多年前 我就后面回想以前削渡的时候 真的是还蛮感谢那日本人的 因为他那个严格造就了 我们今天对食材的坚持 经验的累积 蔡兴玲懂得挑选好的食材 加上好的料理手法 呈现余获自然的美味 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餐点的原味就很美味 而喜欢海鲜的老饕们也都知道 要吃鲜鱼 来到蔡兴玲的店准没错 夏天有当季的黑鱼鱼 生鱼片的吃法 最能吃到鱼肉鲜甜 不同部位的味道也各有巧妙 黄鲜三角肉 那是黄鲜三角肉有分 真正的下巴的肉去挖下来 这块才是黄鲜三角肉 今天就有了 还有皮油 比较不敢吃油的 就吃皮油就非常好吃了 那今天刚好也有那个 黑尾鱼的鱼头 因为这里的关系 因为设备不足 所以不可以用烤的 那我就把它用煮的 类似红烧 阻碍鱼头 整颗黑尾鱼的鱼头 分切处理后 老板用独门汤汁来炖煮 整锅满满的胶原蛋白 捞起来一块块鱼头 鱼肉的油脂丰厚 吃起来肉质也很有弹性 不在菜单上 是季节限定的隐藏版料理 吃材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刚才吃的时候 口感非常好 我是经过了 我觉得这间看起来蛮新鲜的 吃起来看起来不错 虽然这边特别要吃 就是很软嫩 那完全入口就化了 说哇 这个是河牛等级的 黑尾鱼头就是它的胶质 其实特别好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 而且皮肤方面都很好 而且滷得很到位 不咸 不腻 所以这个是它的特色之一 所以说老涛在吃的 你看 刀下这油花分布均匀的生鱼片 是黑鱼鱼的三角肉 切片后再上头要轻轻划上几刀 就可以上桌品尝 另外再切上几片 黑鱼背部的皮油 色泽带点粉红 最后是黑鱼鱼的后脑勺的肉 日本料理中叫做脑天肉 只占整条黑鱼重量的0.5% 脑天是黑鱼全身上下脂肪最多的位置 但带有筋 所以要稍微炙烧 这一盘黑鱼生鱼片 三种部位一次满足 还有这一盘煎鱼鱼排 吃下去不说 还真的以为在吃牛排 因为我平常都在苏州 然后每一次回来的话 就是会特别喜欢去吃日本料理店 因为日本料理店的鱼 第一个很新鲜 然后第二个口感非常的嫩 然后我今天吃的这一个鱼鱼的 这一个部位 首先它的口感很好 然后吃起来入口即化 我觉得吃完这个就如同 酱甘鱼一样 天酱甘鱼一样 然后就心里非常的满足 而且感觉饱足感特别好 蔡信玲与大哥 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 一块在永乐市场打拼 现在除了市场中央的摊位 在走进市场旁的位置 也设置了一个小铺 卖的是各种口味的花寿司 花寿司用料很实在 分量也大 得过全国首奖的台东关山米 口感软Q 不仅可以做丼饭 还能拿来捏花寿司 放入肉松 小黄瓜 芦笋 玉纸烧 还有整条鰻鱼 两只白虾 撒上芝麻 花寿司切片 放进餐盒 更方便外带 小心看 每位客人面前都有一碗味噌汤 蔡信玲不仅提供最新鲜的鱼货 招待客人也很佛心 味噌汤米饭都是无限序佳 味噌汤里也不只有豆腐 还有大块的鱼肉 是新鲜鱼货的边角料 好鱼不浪费 全进了韬客们的胃 味噌汤的鱼都是那森鱼片 下去修下来的 放下去的煮汤 所有的鱼汤非常地清甜 不会有什么那个味道很重 是不会的 顾客们重视CP值 老板也不小气在永乐市场里头 来到蔡信玲的日本料理店 有新鲜鱼货 还有吃到饱的饭跟汤 这也是老板一直以来 最希望营造的餐厅氛围 这里的人情味真的很够 我喜欢有这种温度的感觉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以后我有机会 一定要开一家餐厅要有温度的 不仅是吸引了许多在地的熟客 大稻城的外国观光客经过 也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 下回来到大稻城 除了逛逛侠海城隍庙 也别忘了走进永乐市场里 用当季新鲜 蔡信玲用心制作的海鲜丼饭 生鱼片料理来寄寄武藏庙 这个叫普遍打边炉嘛 蛤蜊锅以后 一次就爱上了 爬起来的套餐 我们里面一共有五斤的蛤蜊 我们蛤蜊特别去云林台西那边 找就是产地 那每天直送到台北这边 台北市东区市民大道上 美食林立 更因为打烊时间较晚 就成了想尽兴聚会的首选之地 今天要介绍的这家餐厅 就是一个非常有欢乐气氛 聚餐的好地方 因为本身我是做行销 那行销最主要就是 打破框架 带入创意 我们首创的弹珠台游戏场 是全台唯一的 希望他们来这里消费之余 还有互动游戏的体验感 以及可以将他们得到的奖项 带回去 我们认为餐饮现在已经不止餐饮了 餐饮是一个体验 听说的掌声会大声 中奖的中奋会高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下一个大阵的掌声 本游戏让你们奖定 你能从一台线 再送你下次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有摸麻将啊 然后有蛋猪台 那就是吃起来气氛很热 然后很适合朋友或是家庭来聚餐 那你有玩这次游戏的时候 你有抽过可能 他送你某一道餐店吗 有 有送到龙霞非常高级 这家位在市民大道四段的港式创意餐厅 主打的是台湾较少见的格力火锅 份量之浮夸让吃过的人都大呼过瘾极了 因为我是超爱吃锅的人 可是到了他们店吃这个叫 不浮潜打边炉嘛 蛤蜊锅以后一次就爱上了 一次就爱上了 那我大概两个星期会过来吃一次 会过来吃一次 因为他们的蛤蜊很肥很新鲜 我觉得汤头很鲜甜 那蛤蜊也非常大颗 那我觉得有别于市面上的蛤蜊 我觉得它是更丰富的 就是更量是更多的这样子 爬起来的套餐 我们里面一共有五斤的蛤蜊 我们蛤蜊特别去云林台西那边找 就是产地 那每天直送到台北这边 经过三道的这个吐沙程序 然后让客人知道的蛤蜊不会有沙 这道浮夸的蛤蜊火锅 其实是来自港澳的 蒲蒲显打边炉 行销出身的老板田孝文 因为常到港澳出差 品尝到了这个 不同于台湾其他锅类的新吃法 嗅到了商机 蒲蒲显在越式的这个说法 其实它就是pop pop hand 它就是蛤蜊打开的时候 pop pop的这个意思 那打边炉就是火锅的意思 我们比较不一样是强调 我们是用老母鸡跟大骨 去熬煮没有添加物的这个汤头 然后经过完美的比例 熬煮出来的第一泡汤 我们希望客人先去品尝 然后后面再来作为火锅的汤底 做火锅的这个吃法 我们的汤头是属于港式上汤 那港式上汤里面的材料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们有赤肉 糖排 老母鸡 然后搭配我们的姜片跟白胡椒粒 那两个一个是来去腥 一个是来它提它的香味这样 然后我们是用最天然的食材 然后用蛤蜊的鲜甜味 把那个本身老母鸡的鸡汤 两个相符相成把它提升起来 那它的汤头 鲜 鲜 因为我本身怕油腻 可是自从来他们这里吃了 他们的蛤蜊锅以后 都不会再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不会油腻 又鲜甜 因为高汤底都是主厨 不参任何化学添加物 辛苦熬制 再加上大量蛤蜊精华 与蒜头释放其中 既浓郁又清甜 因此餐厅坚持 这客人一定要先品尝完 蛤蜊与糖头的精华后 再算入自己爱吃的肉片海鲜等等 以前吃火锅都是吃肉 我现在来这边都爱吃他们的蛤蜊 还有他们的海鲜 还有他们的火锅料 他们的蛋脚 跟外面的蛋脚都不一样 吃起来还有这个芋头丸 都太有特色了 餐厅团队因为是行销创意起家 不论是在装潢上 将港式特有的霓虹灯元素时尚化 在餐点设计上也加入了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感 蛤蜊是我们结合一些比较饮酒文化 但事实上其实蛤蜊它本身没有酒精的 我们希望它成为客人来这里用餐的一个 开胃酒的概念 但事实上它是用我们的高汤 然后熬煮蛤蜊所出来的精华饮 我觉得它喝起来就觉得 喝起来很像精神百倍 很有大海的味道 对 喝起来感觉很苦 而除了超浮夸澎湃的蛤蜊火锅套餐 餐厅里竟然还有这一位 我们的烤鸭是选用宜兰的樱桃鸭 鸭子不够 乳筋我们不用 那鸭子表皮有浴青我们不用 然后鸭子可能表皮鸭有破损 或者是这些我们是不用的 这道片皮鸭料理是包厢限定 在严格把关下 每三到四只鸭中 才能挑选出一只完美的樱桃片皮鸭 主厨以独家秘方 遵循道立式古法 历经三日研制而成 哪边颜色不够 我们要补哪一边的颜色 像我们是这个叫做萤火 要把那个火给引到 那个鸭子不够颜色的地方这样 起锅淋油是比较繁琐的一点 就是说油温一开始不能太高 太高它皮马上会缩起来 油温太低的话 它的鸭皮会吃油 所以我们要控制好那个油温 让鸭子淋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点点反白 然后才可以慢慢慢慢 把底色上去 然后淋到它酥脆为止 经过主厨严格把关 淋完油后会为客人 做片鸭的桌边服务 而且主厨说 这里采用的是最新的片鸭法 可以吃到最完美比例的烤鸭 我们的片鸭片的时候是 油跟肉会把它分开来 皮跟肉把它分开来 中间油会把它去掉 在台湾的话 我们是创新就是说 皮跟肉是一样大片 让你包起来吃的时候 可以吃到鸭皮那个爽脆的口感 通常是鸭胸带油的地方 会特别好吃 因为带油的地方 它烤起来它一定特别脆 除了鸭胸以外 我们还有鸭腿的部分 鸭腿的部分是 下面的鸭肉是比较扎实 吃起来会比较有咬劲一点点 然后鸭皮也是酥脆的 经过多道工序完成的片皮鸭 外酥内嫩带点粉嫩色泽 不老不柴 鲜嫩多汁 再加上三星葱提香 让烤鸭更具风味 而除了一般大众口味 主厨还告诉我们 杭阿来的吃法 原来烤鸭竟然还能这样吃 这是北京市的吃法 他们用鸭皮去沾点点砂糖 吃下去让它有沙沙的甜味 然后可以化解那个鸭子本身的 油腻的味道 我们原本有烤鸭 以及烤鸭这两个餐点 那再有一次我发现 菠萝油好像过往都只有 菠萝包加奶油 或者是顶多加猪扒包 那为什么没有人将 港式这个烤鸭的元素 给加进去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餐厅独家研发的鸭片菠萝油 将烤的酥脆鸭皮融化厚切奶油 咸甜滋味渗入手工菠萝包 大口咬下 外酥脆 内柔软的口感 保证让你一吃 马上想再来一个 片鸭菠萝油的话是 外面没有吃过的料理 那就是夹了片鸭之后 口感会变得很丰富 就觉得很好吃 那如果是加点嫩很香 然后皮很酥脆 因为主厨曾赴港工作多年 在知名的港式餐厅 练就一身精湛手艺 而研发出各类创新口味 像这道香凝叉烧 就是将腌制好的肥嫩猪颈肉 在表层撒上一层糖粉再制烧 让皮上多了份焦糖的香脆 再搭配甜酸柠檬片一起入口 叉烧本身带有Q弹与肉香 跟微甜脆口的外层 柠檬的清新酸香 再咀嚼间完美融合 酸 甜 咸香 口感层次丰富 一推出马上变成餐厅热门的招牌餐点 叉烧有搭配柠檬 所以吃起来咸咸甜甜的 很特别 外面没有吃过 而在港式餐厅必点的港式萝卜糕 在这里也是不可错过的 经典招牌菜色之一 罗伯糕我们是纯手工的 然后我们是不加任何的化学的东西 那我们里面比较特别是我们有加干贝丝 那干贝丝本身都是属于比较贵重的食材这样 那我们是完美呈现一些港式道地的那个 罗伯糕 再让我们特制熬煮的辣酱 然后让萝卜糕的鲜甜味可以提升 罗伯糕炒药 超好吃的 里面还有那个叉烧 港式叉烧的罗伯糕味道 还有吃他们的火锅料 赞 还在伤脑机聚餐时气氛不够嗨吗 或是想找个宵夜场可以续托的好地方 这家位在市民大道上的新型态港式餐厅 保证会让您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聚会时光哦 第一次到有海景的咖啡厅 然后可以直接躺在 躺在那个吊床上面 可以直接一边看海 然后一边喝咖啡这样 然后很放松很Chill 今年来小琉球 一直是许多人离岛轻旅行的首选 不用抢机票花大钱 就能享受难得的南洋度假风情 今天采访小组要带您一探小琉球的美景秘境 可以在这里悠闲吃喝放松一整天 风景很美丽 然后我第一次到有海景的咖啡厅 然后可以直接躺在 躺在那个吊床上面 可以直接一边看海 然后一边喝咖啡这样子 然后很放松很Chill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也很震惊 想说可能照片看起来就是比较还好 但是去就发现就更漂亮更美 其实是蛮震撼的 这里位于小琉球的美人洞附近 前身是一处露营区 闲置多年后 政府重新招标重整后 才有了现在令人眼睛一亮的新风貌 只要点备饮品 就能自意地躺在最临近海边的地方 享受架杠海景第一排的慵懒时光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 防护跟休闲的躺网 所以当初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悬崖 然后我们想说尽量要 可能要保护我们游客这边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躺网的设置 那一方面游客可以在那边躺 二方面也不会去跳到那个悬崖下面 对 然后就不小心效果蛮好的 躺网啊 你觉得那个躺起来 那个感觉怎么样 是蛮舒服的 其实你躺了会觉得有点 身力其境的感觉 就是会让你更投入 然后加上它下面又有一些小羊 可以让你看这样子 所以因为就是融为起就很放手 非常放手 感觉还蛮惊艳的 就整个空间规划得很好 然后桌子跟桌子 外面的景观那个桌子跟桌子之间 没有排得很紧 就是有很松散 然后整个很放鬆的感觉 79年次的主理人许伯翰 是位小琉球的返乡青年 大学念的是产品设计 在接触到文化产业创新的 相关课程时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的家乡 那时候我们很流行讲文创 就是文化创业产业 那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也会一直觉得小琉球 它很需要一个根本的文化 也就是说根本的文化我们一直在消失 因为会因为光楼游戏行为 去冲淡掉角楼球原本的人文历史背景 那这个东西很可惜 是因为它才是整个岛屿的根 然后未来啊 十年后二十年后 当我们的小朋友 或是当外国游客真的要进来 他不会想要看你的马花卷 他想要看你根本的文化 他看你的庙语 看你的渔村文化人文背景 那这个还是觉得我很需要 很有使命感想要去保留的东西 所以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除了从料理开始创作之外 我们又开始在跟海洋做连接 把所有的人流倒到海上 那除了关心海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关心陆地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力量 把小而求谨慎的土地保留下来 那为什么会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好这块土地就是 公部门比较大块的公有土地 那我们也会希望 藉由公有土地来发展更多共享平台 以及更多不一样的展演空间 或是艺文类别的行为 那像我们后面那边 就有在做瑜伽的课程 那其实我们希望把这些类别 比较不是主流的类别 在这个场域上得到一个发展跟保留 我们会有一些不定时的活动 像今年年初有办跨年晚会 然后再来我们之前也有办过 摇滚龟音乐会 那这些都是环境议题 就是希望借由活动这些项目 让更多的游客 甚至是当地居民 可以更了解小而求 现在面临的生态问题 生态状态 我们在发展生态学习岛 生态学习岛的现在的关键 它其实就是在做生态环境教育 然后我们在这个场地里面 我们也结合了一个展区的空间 在未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展区的空间 除了打造小琉球这边的 根本文化的创意展演之外 我们也希望可以把一些环境议题 加进来 许伯瀚回乡后 一直想在观光产业 与海洋环境的保育之间取得平衡 因为他知道唯有共创双赢 才能让小琉球的未来走得更远 因此希望结合艺术与在地文化 在这里展开一场五感六绝的渔村之旅 刚刚讲的这些想法跟思维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把小琉球对边的故事 藉由我们的产品去做保留 那因为我们要怎么去带动让客人知道说 我们想要跟你讲故事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菜单上面的品项 变成是我们的故事 那小三其实顾名思义 它很特别是 它其实是小琉球当地的第一个名称 小琉球人都只会交流球叫小琉球 那为什么叫小琉球呢 是因为小琉球这边的原住民 也就是现在还住在这里的原住民 他们从台湾过来的 所以在奇境外海的时候 以前他们都说 那有一个小琉球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里叫成小山 其实我们在把它做产品发展的时候 我们把它规划成四个系列 小山的风 小山的雨 小山的舞 跟小山的竹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刚刚有介绍到我们小山的风的系列 我们用小琉球四种季节性的风 那这些风呢 怎么会去做发想 是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会常常听到老一辈的谚语 说这个风 风要凹来啊 什么风 南风 南风凹 那它就在讲一个环境 那个天气在变化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很强的风压压过来 要变天了 台湾叫做西八户 然后那个小琉球这边叫南风凹 就会突然一股震雨 突然下下来 那我们就藉由这样子的方式呢 去讲一些地方的传统谚语 南风凹的话 它的特色是会有茶香 对 那我们是以伯爵红茶下去浸泡蓝母酒 对 然后里面还会有苹果果香 我们的时候是苹果立口酒 跟苹果汁这样子 然后它加上是酸酸甜甜的 对 然后酒感算蛮轻的一款酒 这个很特别 这个是我们当初在就地取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海滨植物 有一种琉球的 算是原生种也是特有种 那个海浦浆 对 琉琉球的海浦浆呢 它的味道啊 很像香料的味道很香 尤其是在拍打过后 会有一个很香的香气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融入到酒里面 所以它其实不是把它压制进去的 是我们在喝南宫澳的时候 杯口会有一个淡淡的香气 那个也就是我们的海浦浆 那海浦浆早期当地人会拿来泡茶 但现在因为它的工序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产业也不见了 许伯翰想用地方故事 串联起大家对小琉球的认识 透过地方故事包装调酒 让来这里的游客 可以透过品尝 体会脚下这片土地的生命力 那朵巴亚其实在讲 我们在讲小三的五 小三的五是小三的消失的职业 因为现在消失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了嘛 那我们就希望借由周边的产品 去帮客人做一个历史的保留 那朵巴亚其实是小琉球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港口 再来是港口都很小 但以前捕鱼的渔船都很大骚啊 可能会有CT2 CT3的 那时候的海边就是很浅 船都开不进来 开进来会搁浅那种 那怎么办 他们就会把船提在外海 那提在外海 他怎么回到暗陆地上 他不会自己去划船 就会有一个职业 叫做朵巴亚的职业 然后他们就自己会在 会有山板 会用山板去把渔船上面的人 接回来 调酒设置的感觉 跟那个当初的历史背景 有一点关联 基本上我想要呈现出 就是海浪的感觉 所以它整体的色调是蓝色 那我就会使用蓝柑橘 利口酒这样子 基酒是使用勤酒 它有一个独特的草药的味道 对 然后最后我想要呈现一个 比较清凉的感觉 所以会用薄荷 它喝起来就是会冰冰凉凉的 这样子 然后有点乳酸的感觉 小山的雨也很有趣 小山的雨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四种 像是有 这个就是讲鱼的 蓝柑橙就是黑鱼鱼 那火雷就是那个 芭蕉旗鱼 那火雷因为 我们芭蕉旗鱼的那个扇叶啊 很像我们以前的那个 鱼 那个鱼说 那个鱼衣 所以它们就叫火雷亚 我们就由它的风格 用风格去定调口味 所以这两款的风格呢 是口味会比较重的 像这火雷橙 它的口味呢 它就会比较是 啤酒花的风味比较重 它有三种不同的啤酒花 那火雷亚呢 它比较清爽 像它清爽的淡啤酒 除了充满地方故事的调酒饮品 这里也有非酒精饮品与美食 徐伯翰希望打造的是 各年龄层都能享受的多元空间 因此这里餐点设计 从白天到夜晚 依时段需求提供不同的选择 它是用鲜虾跟马铃薯 做一个结合 然后加可送 对 那吃起来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马铃薯 我们马铃薯是有用特制的酱 就蜂蜜 蜂蜜然后加黄芥末 然后调制而成的一个蜂蜜芥末酱 那还有加一点我们的特制秘方 所以吃起来会甜甜的 然后有点带一点酸 然后跟仙虾做一个结合 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蛮爽口 就蛮适合 就是可能热的时候吃一点 就是酸酸的东西 而到了落日时分的海边夕阳 更是这里最迷人的时刻 欣赏完夕阳美景后 这里傍晚时段开始 也提供物超所值的BBQ套餐 夕阳美食一次拥有 保证幸福满点 民宿老板推荐说 这边的海陆特餐 海陆套餐还蛮值得推荐的 那我目前吃 菜盘上每一样料理都吃过 觉得都还蛮有特色 而且没有什么扣分的项目 都是加分的 那我们就是以海跟鹿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的海的话就有我们的鲜虾 那还有鲍鱼跟花枝丸 因为在靠海嘛 对 那我们的海鲜 可以捕获的方式比较方便 对 那花枝丸的部分 我们是用真的是用花枝去做 所以是可以吃到花枝的口感 鹿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牛排 鸡腿排 然后还有竹乐排 对 我们是以这个为主 像我们这个就是香草竹乐排 它是用一点香草 然后再用一点盐跟黑胡椒 让它进去做腌制 对 那吃 吃的时候会有点香草 淡淡的香草味 牛排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用迷迭香 然后做一个淋牛排的动作 对 那就让它吃起来 会有点迷迭香的味道 对 就是我们就是尽量以 原型食物做出发 可能就是都加一点盐 不要过多的调味 吃到食材原本的味道 用那个烧的动作 会让那个牛排 有一点威士忌的味道 但又不会太重 因为酒精已经烧了 我个人是觉得牛排 表现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它的猪肋排 带骨的猪肋排 它那个烤酱应该 算我吃过的里面算 算很不错的 这里的BBQ套餐 还有搭配清爽的食蔬沙拉 吃得出真材实料的 南瓜浓汤与饮品 CP值保证报表 而主厨更贴心的 为晚上酒吧客人 提供暖胃汤品 完全从白天到夜晚 都把大家的胃够厚厚 我们是用土鸡腿的鸡腿块 那下去油煎 油煎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加一点姜 然后还有玻璃辣椒 那一起去炖煮 然后我们会炖可能两个小时 让它肌肉变嫩变软 这里的工作伙伴 大多是许伯翰四处延览一些 有志一同的年轻人 从海洋议题到地方创生 一起为小琉球的真善美而努力 他希望透过这个共用平台 以各种形式保留小琉球最原始的样貌 借由带领游客找回地方故事 创造出新的旅游形态 将小岛观光产业链 以永续精神继续发光 美食各家就像胡天兰 我应该要就是胡姐 然后还有像舒国志淑贤 淑贤喜欢我们家的床游笔 像赵超床游笔 他在广播节目里面 不只有一次推荐过我们家 他喜欢的是韭菜盒 位在台北仁爱圆环旁的巷弄口 有一间传承老奶奶手艺的 北方烙饼专卖店 全手工 无添加制作 每天产量有限 常常下午就卖完了 还有很多人专程带出国去 常令吃过的人一吃难忘 第一次吃的时候 你觉得它这边的饼跟外面的 其他的有什么味道 很Q 很Q 很香 对 完全没有那种 算是人工的那种天下剂那种 我觉得它就很纯的那种饼 吃起来就是很香 一买回去就发现 它跟外面的那个饼完全不一样 然后也不会油腻 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很好 就一个月都会来一次吧 因为我住很远 我住在板墙 对 我特地来 这家饼店是由 应战万千移到台湾的第一代 秦奶奶开始制作的 一方面为了佳祭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个味道 可以传承延续 现在由第二代的三位姐弟一同经营 看着这三位年龄加起来 超过两百岁的秦爷爷与秦奶奶 身体依然健朗地作饼 招呼客人 在这里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 烙饼话在我们北方人来说 也算是干粮的一种 所谓的说烙饼的话 就是上面有一个铁板 我们北方人就叫做傲子 傲子 叫傲子 那傲子你火在底下 上面你 它也不用加油 那你饼干好了以后 就放上去烤 那个就叫做烙 这样子 它不是用油煎的 油煎的东西你要马上吃 很好吃 冷了不好吃 它再热过也不好吃 那你烙的东西呢 就是说你吃不完 你放着以后 第二天你再热 冷的都可以 冷的都很好吃 其实我们就说 那个就叫烙饼 烙脏饼吃 加一点葱 那现在一般都说 葱油饼叫我习惯了 那普通一般客人看来说 你这就是葱油饼吗 我说对 这就是葱油饼 可是这不是用油煎的 它不油 干干松松的 这里的饼皮会越嚼越香 除了因为用烙的方式烤制 面皮的制作也与一般的不同 那我们家的时候 从我妈妈以前在做的时候 她都是用冷水和面 它有弹性 有筋道 那烫面的东西比较没有筋道 烫面的东西你在回锅了以后 比较发黏 冷水面的东西不会 葱油饼 擀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薄一点 那你再把它卷层次 它薄了以后 它卷起来的层次感比较多 比较多层 秦奶奶说 他们家东西的食材都相当简单 面团里加些手切宜兰葱 和些许的盐巴 就可以烙出一张张的葱油饼 松软多层次的内层 加上咬尽十足的面皮 会越嚼越香甜 拌些韭菜 鸡蛋粉丝虾皮 加些许盐巴 花生油跟麻油 就能包出一颗颗 饱满香Q又不油腻的韭菜盒 我蛮喜欢它韭菜的 它韭菜的香味也非常的棒 对 非常的棒 尤其我们都是 其实都用干煎的 对 回去就是用电锅干煎一下 就还不错吃 外面的一般的那种饼 还有那个韭菜盒都很油 然后外皮都很硬 他们家完全不会 就算你就是没有马上吃 隔天再用电锅稍微蒸一下 也很好吃 然后吃完是不会觉得说不舒服 因为通常这种面食的 对 它完全不会 就是好吃 就是这样朴实无华 却会让人口口留香的好味道 许多吃过的名人都成了忠实顾客 美食作家就像胡天兰 我应该要就是胡姐 然后还有像苏国志 苏萱 他以为他 苏萱有几篇的著作都有提到我们家 这样那苏萱喜欢我们家的葱油饼 像赵超康赵先生他在广播节目里面 不只有一次推荐过我们家 他喜欢的是韭菜盒 这里的葱油饼韭 韭菜盒都是一早每天限量之作 想吃的朋友可是要趁早 晚来一步可能就要失望而归了 不过如果时间刚好有幸 遇到正在制作冷冻豆腐卷 还能吃到现真出炉的美味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韭菜盒 跟葱油饼必满 那我今天又买了他的那个豆腐卷 因为我之前来的话 就是因为都是冷冻的 因为他们有现货 那今天当我看到有现场的出 就赶快买 我们因为都是卖冷冻的嘛 那客人拿回去可以自己 可以加工 可以放在电锅里 铺一个那个烘焙纸 直接干烤 正在做的时候客人来碰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买到刚刚出炉的东西 刚刚出锅的东西 这款豆腐卷是湖南的传统面点 在台湾的北方面饼店比较少见 当初是第一代琴奶奶 和邻居学来后再加以改良而成 这就是说是北方人家庭里面 苏北那方面 大家的这个就是家里面的家常饭 豆腐粉丝萝卜 葱虾皮 它这个就是要碎呀 它才包起来才好包啊 那吃起来才不会有颗粒呀 豆腐卷的馅料也全是手工制作 只加入盐巴 花生油 麻油调味 就能包入面皮中 或许是琴奶奶年轻时从事美髮叶 对美感有自己的坚持 在她手中的韭菜盒或是豆腐卷 她都力求形体大小一致 因为你不秤的话 你不知道重量 那有的时候是大小不均匀 所以我们都一定要秤过 你常常包你自己就要去 那个样子的时候 做东西做得自己心里高兴啊 你自己看起来做出来这东西 很好看 自己看了 满高兴的 满有疗愈的 包好的豆腐卷 需要放入蒸笼 蒸至大约25分钟 琴奶奶还会将 旧报纸用水沾湿 粘贴在锅盖缝隙 以防止热气散掉 不过数字是死的 老人家的智慧 全都是从经验累积出来的 有可以冒烟的 这边是不是冒烟了 那要这个地方冒烟才行 冒热去了以后 算时间十分 十分钟 不能说马上拿起来 就像我们煮饭 煮完了以后不都说 要焖一下 关火焖之后起锅放凉 才能够进行冷冻 这段时间来的客人就有口福啦 很道地的味道 很道地的味道 你吃过以后你就会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蛮特别的一个口味 而除了豆腐卷 葱油饼 韭菜盒 店里还有翻售乳牛腱 豆腐乳都可以搭着一块吃 创造出不同的味蕾享受 豆腐乳可以搭 就所有东西都可以自由搭配 然后这个豆腐就可以很像起司 这样抹在葱油饼里面这样吃 然后还有萝卜干 那它的辣度不会很大 一点点 那我们觉得还蛮好吃的 这样 所以就搭配着一起吃 那对我而言这些就是从小吃到大 然后就我们怎么吃就怎么做 第三代的桑妮是第二代秦奶奶的女儿 目前斜杠帮着妈妈舅舅 处理网路订单的部分 不过当初在开发网路通路时 桑妮费了不少心思 解除老人家的担忧 那时候是 因为家人那时候 就是他们 我们都是一直做嘛 那时候因为我有在外面工作的 经验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了网路嘛 然后后来也有了宅配 所以那刚好那时候有工作可以接触到 所以那时候就回来的时候 就有跟家人说 就是那我们来 是 做网路这一块 然后还有宅配 那那个时候我们做宅配的时候 因为 家人会担心 这样子宅配寄送 会不会坏掉或干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还有特别跟妈妈说 就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 还蛮比较好的亲友 是住花莲 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说 那我们 我会试寄过去 那如果他们吃完没有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卖给客人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网路 因为那时候客人都会说 因为我们的营业时间 刚好也是上班时间 然后客人就会说 他们可能上班时间 不方便打电话订 那所以后来就做了网站 然后就是可能客人可以 网路下班 网路通路 慢慢建立起来之后 Sony发现 许多客人会买回去送人 于是更进一步 开发了礼盒组 让客人什么产品 都能吃得到 就我们一般的包装就是 葱油饼五个 韭菜盒五个 豆腐卷三个 然后一盒牛肩 那如果不吃牛肉 人们关系 你可以把牛肩拿掉 然后一颗豆腐一颗 辣的跟不辣口味割一颗 然后还有就是卤膚干 好险有Sony当初的坚持 如此纯粹的美味 才可以让更多人品尝 大家不再因为时间距离的关系 遗憾吃不到了 不过如果想吃现做的朋友 也可以在营业时间 去现场碰碰运气 不过Sony强调 回烤后的饼皮 与现做的一样美味喔 它就是新鲜葡萄火锅 新鲜葡萄火锅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有葡萄色在里面 葡萄香 这有顺利的这些甜味 很香 光这个锅你加什么食材下去 都一定好吃啊 那个底太厉害了 好多了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